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你留下的痕迹 降落魂力 一路距影 找到你 爹地怎么突然坏了 因为你踩到小吉了 老板 麻烦你帮你 对不起 小吉 这是什么 小吉 什么 吉祥 有人在吗 哈啰 可以帮我买出去吗 哈啰 哈啰 喂 Cynthia 我们不快在电梯里面 阿芳你通知保安 叫他们尽快来解决 我怎么没有想到 老板还是认你比较聪明 是因为你笨 心急没有用 等吧 你在跟你的小吉说话吗 你怎么知道 我在叫他保佑我们 快点有没有来救我们出去 年纪轻轻 你就这么迷信 这不是迷信 他们真的可以保佑我们顺利的 逢凶化吉 他如果能够保佑你逢凶化吉 那你会切菜割刀手 走路一直跌倒 还跟我一起困在电梯里面 还不是因为你 后面是应该跟我说一声 你说什么 没有 我听到了 我应该没有说出来吧 没有吗 有吗 小时候明明挺机灵的 现在怎么变笨了 你小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影响了你的智商 没有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其实我们 你看 这么快就有人来了 证明这些事有用的 行 老板 你们有事吗 没事 谢谢你们 谢谢叔叔 William 你们很幸运 刚好隔壁坐的电梯坏 他来修理 要不然不知道被困多久 谢谢 谢谢 我先走了 席在家里有事 他赶时间 老板 你还好吗 你的安慰是我的主意 我没事 好 再见 老板 来 乐乐 怎么又躲在这儿 你 怎么了 不要怕 没事的 阿座很生气 阿座呢 你去做功课 刚才你说你头晕 我讲 我带你去看医生 你又不要 先喝点凉茶 酱酱酱 酱酱 酱酱 乖 我不乖 你乖吗 妈 我当然乖 我永远是你最乖的孙 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为什么要跟那个阿座在一起 为什么要摆养一个不是你自己的孩子 今天还打破我们家的灯 没有灯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 眼前一黑 是没有香火笨蛋 你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丁 传宗接代就靠你了 阿嬷 这个传宗接代不只是靠我 当然还要靠表表 跟那个灯有关系的 阿嬷 你放心 我跟表表以后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我都跟你说过 你明年就会转大运 为什么不等到那个时候才叫女朋友 到时候就会遇到好的 你那么心急干什么 阿嬷 表表已经太好了 你看我 你送我是什么料 你懂的吗 你很差吗 很差吗 你做个老板 只是这几年运气不好 我不准你自暴自欺 听到没有 听到了 狗号频道听到了 如果还没听到的话 就是耳朵塞住了 快点出去挖一下 再回来听阿嬷讲道理 好不好 我不想再看见她 阿嬷 阿嬷说不想见就不见狗 还不快点出去 走 寶貝 妈妈 你不要生气了 我不是妈妈 我是你的阿嬷 寶貝 妈妈在韩剧里 就是太后娘娘的意思 太后 有哪个太后像我这么苦命 这么操心你们 你们一点都不领情 领 谁说不领 Tabby 妈妈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才可以继续为我操心 可是如果你要健健康康的话 就要先喝凉茶 Tabby 妈妈 请喝 我全都听你的 只拿你没办法 鬼灵精 我不是鬼灵精 我是公主妈妈 这么年轻还妈妈呢 妈妈就是殿下的意思 我们是皇家贵族 还是我的喜悦怪 对 快点 老公 阿嬷没事 睡着了 睡了 看我多厉害 就知道找你回来一门搞定阿嬷了 再加上我现在帮她洗碗 等一下她起来想要生气都难了 我帮你洗 来 离开了 表表今晚跟朋友吃饭 我才顾乐的 不好吧 你这样子不止阿嬷会骂你 连阿嬷也会讲你的 你去做工 我帮你看住乐乐 真的吗 我就说嘛 不用等到明年才转运 我一直以来都很好运 为什么 因为有你 你的好运不是表表吗 不一样 你跟表表不一样 不可以做比较的 行吗 人家家里有宝贝 不如我的美 我每日没性格 没胜过大宝贝 不要 表表 不要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乐乐还想要不懂事 请原谅她 乐乐 叔叔 爹地 我们把东西捏回去 阿嬷就不会生气了 没事了 阿嬷不生气了 可是刚才他明明很生气 我是谁 超级的叔叔 爹地 就是说嘛 你妈咪每次生气 我终于让她开心 最好有你妈咪小气 所以你不用担心 叔叔 爹地要去做工了 去找姑姑陪你们 叔叔 爹地 再见 做工赚钱 没钱真辛苦 不如在家摇屁股 摇屁股 不如在家摇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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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老板 你衣服也写不干净 我帮你 你把5指排进去 你知道什么叫做二度伤害吗 一下 再一下 你觉得他有得救吗 对不起 老板 去买一套新衣服 你 你是什么尺寸 我是给你自己买 给我 我不需要了 老板 谢谢你 身为火星人 你不要行下 我要行下 老板 我不是火星人 我是地球人 难道你一直把自己当作火星人看待 难怪你一直对我们这些地球人很病病的 你确定你智商没有问题吗 那就是你情商有问题 老板 我没有问题 我们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马斯诺博 火星过局有限共 你 你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是火星人 谢谢老板 有没有搞错他这样讲你 对 他是不是很刻薄 一直这样管 莫叫做我笨 是我老板 我就把他推到墙上 你要逼动你老板 你不是说他又老又肥而且比你妈还啰嗦吗 推到墙上之后就赏他两巴掌 Zan 这件商场的衣服真的很贵 我已经走了三件 这里已经是最后一件最便宜的了 可是最便宜的裙子都要九十九块 你看 反正是你老板还的 不是吗 老板的钱就不是钱吗 老板 我们店里今天有做促销 买衣服送配饰 这些配饰哦 对 美不美 美 我很喜欢 衣服才是重点 我叫这个 配这件衣服 对不起 老板 我不知道你也喜欢这种款式 要不然我去退货 锅子被用过了 再拿回来退货 你会怎么评价这个人 低级 宝贝 五指 五指 下流 以后不准这么批评顾客 是喜悦 喜悦 这么快就处理好了 对 刚才没机会好好跟你们打招呼 好久不见 是你每次下午有会都没出席 很忙吗 还是不想见到我们 没有 下次带你男朋友来吗 姐 你想不想认识喜悦的男朋友 没你那么好心 你是看死我没有男朋友才这么说的 你就是希望我丢脸 这是我八卦 李儿 等一下 放手 老板 求求你 一分钟 一分钟就行了 我跟你说过放手了 你听不明白吗 赶快回商店去 你们吵架了 老板 长得帅的就是任性 他担心我吃不饱 要我回去餐厅多吃一点 再见 你说他是不是被甩了 不会吧 刚刚他们还买了新衣装 男生穿的是名牌货 喜悦的嫌多了 可见他对喜悦有多差 姑姑 这么漂亮的衣服你要丢掉 对 很可惜 我只穿过一次 为什么这件难看的衣服你不丢 要丢那件漂亮的 因为这件衣服是无辜的 那件衣服是摔绳送的 阿嬷说带来坏运镜的东西 都不可以留 什么是无辜 什么是摔绳 摔绳就是一个 带给我这个无辜的人 坏运气的人 总之他就是一个很难讨好 很奇怪 整天脸黑黑没有笑容的人就对了 好像阿座 没有 阿座只是脸黑黑 他其实很疼你的 是吗 那个摔绳会不会也跟阿座一样 脸黑黑可是很疼你 不可能你想太多了 还是不要浪费 找个机会捐出去吧 回来了 回来了 你不是明天要飞了吗 还不要收拾行李 要啊 所以才去干洗电 把西装都拿回来 你的我也帮你拿回来了 谢谢 放了一个多月都忘记拿回来 那 你的情侣状 爹 爹 爹 放手 一分钟 就一分钟 一分钟 我跟你说放手了 听不懂吗 赶快回上进去 你 我 要 到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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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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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怎么这么久 陈总 萧总 不好意思 刚才让你久等了 有点事情 没关系 火星人 你终于回来了 被罐你久了 不会喝 又不懂得拒绝 小姑娘很可爱 你很幸运 萧总 感谢你了 再见 拜拜 对 小总 我先送你们回酒店休息吧 你好要照顾她 我来送小总吧 行了 沈总 女朋友应该自己照顾 小总 你误会了 哪有误会 你们连情侣妆都换上 还想否认 难怪小姑娘那么卖力呢 闲内助 萧总 我先送你们回酒店吧 好 来 请 萧总 再见 萧总 萧总 没事吧 你给我 给你什么 你给我 靠开 为什么要甩开我的手 害我没有面子 以前我暗恋子萱 发现了她告诉全世界的人 他们都笑我不知量力 你为什么要甩开我的手 我 现在已经知道了 又会告诉全世界的人 我又不能去同学会了 你不能喝酒就别喝 别逞强 你不是冷面神 你是冷血动物 你干什么 你不能去浏览 你不能去浏览 我穿了 你不怕 你怎么洗 你不怕 我不是叫你把他丢掉吗 少爷 名牌货 只穿了一次 反正我是不会再穿的 坚决不穿 不穿 那不要浪费 我来穿 Jo 我们的身高有差距 你要把这个裤子当成最长的短裤 还是最短的长裤来穿 至少外套一定会合身 明天我去广州开会就可以穿的 对了 我不在的时候 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和小魔女 你放心 小魔女知道怎么叫外卖 外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 我在公司也可以吃喜悦煮的菜 那你每天晚上要回家陪小魔女吃饭 我叫真的妈给你们炖汤 Jo 你去广州多久 一个星期 我以为你去三年 吓我婆 等你以后有了牵挂的人 搞不好你比我更婆 不会 等着瞧 慢慢等 反正我不会牵挂任何人 这是特地为职场行人 所量身定做的手串 黑钥匙不知辟邪 更是职场上防小人的力气 Fan 你看 有没有兴趣 那种没有来了 我就要看我的天才 打一 你干吗 打一 我是叫你学她说话的技巧 没有叫你跟她买 可是她把这条水晶说得这么好 可以辟邪 辟小人 还可以让我事业顺利 我觉得我很需要 你的注意力 应该是她怎么做到 让你觉得需要那个东西 非买不可 而不是怎么打一 我想她就是有天分 我就没有 让我来坐吧 我要怎么争取帅神跟我说yes 哈啰 Chef Chef 好久不见 谢谢 看起来好好吃 谢谢 怎么样 那袋羊骨汤还受欢迎吗 对 不好意思 那天之后我就很忙 没机会来跟你汇报结果 没关系 能够帮到你就好了 羊骨汤 你们什么时候有来往的 我们没有来往 只是一起做菜罢了 什么时候的事 有没有两个月了 对不起 老板 干吗 我可以跟你聊聊吗 是吗 是关于我那天喝醉酒的事 我还以为你要当做那件事情 没有发生过呢 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那种会推卸责任的人 我一直在想要怎么跟你道歉 过了三天才来自首 你真的很有诚意 对不起 老板 那天我不是故意弄脏你衣服的 你不是故意的 你是大意 不自量力 你以为自己很能喝酒 那也是因为我想要好好招待萧总他们 他们可是贵人 叫我喝酒 我一定要喝的 而且你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在找你的 那个是 原来是我的错 不是 弄上你的衣服我可以赔的 那套衣服是你两个月的薪水 我是说 我是说干洗肺我可以赔 不用你赔 谢谢老板 给你一个机会 将功赎罪 要我做什么事啊 这几天萧总一直觉得很遗憾 因为没有喝到当年的碗汤 是你勾起了萧总的回忆 所以在她离开之前 一定要再让她吃一次 而且要吃到满意为止 三十年前有香蕉林的地方 这里就是最后一个了 如果我还找不到咖啡店 我真的没有连会去公司 晓夫和晓琪 今天带你们出来 一定要做工 好吗 一定要带给我好运 叔叔 叔叔 你住在这里吗 是 你知不知道店银行唐的 唐人吗 你去到这边 在尾端的路上 谢谢你 我来找我 走 走 走 其实店银行已经靠近了 什么事 什么事 已经长了 你已经退出了 那里哪里 我能够找到老板 做工具 他已经回到印度 回到印度 不 它在鲁迹 他在那里 张公oras祖艾文 您能够找别人 他在 Visit Bone 来 按 monte 这是 更 sampai 开饭 放这些 美一下 甚 at 请 适的 艦 手 好 我的天啊 你真的不怕中毒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 我已经上网对照资料 这些香草都是可以吃的 我怎么 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 又帅 文字又多 这里有很多野生的稀有香草 那女人第一次约会 就带人家来这种荒椒野外 小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 是你说很久没有回国 叫阿姨书记跟我妈说 带你迟处走走 我说我没空 要来吴明岛 你说你也喜欢坐船 要跟着一起来 我以为她坐船是坐船 不是吃草 是吃高茶 阿姨 你至少刚才在前面 住两脚踏车给我 载我 我脚都起泡了 刚才在码头 我看你穿的鞋子就知道 会带给你麻烦 都在你的咖啡店坐着等 你不听 那就不叫跟你一起交友了 我不是在交友 我是在演出乡草 我不管 我走不动了 你抱我 要我抱你 不劳务兵不大 找人很容易 喜悦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错觉 不要 不 红山野岭 难道是罪案现场 断了 我怎么走路 断了 什么断了 难道是脚断了 是凶下岸 停 你疯了吗 你干吗 不要这样 放心 我会陪你一窗的 Jeffrey 现在可以自己走了吧 限量版的 先生 你不想要抱我的话 你也不需要这样的 我一定要跟你妈说 其实你跟我妈的关系 就好像还没下过的牛袍 什么意思 完全不熟 我妈咪跟你妈十分熟 所以我好歹也五分熟吧 其实你只是混在水煮蛋里的生鸡蛋 有什么意思 装熟 所以你特地来这里 就是为了找那位印度厨师 可是却找不到 我真的太天真了 你说的那道 它的店附近是不是有一片香蕉脸 对 你怎么知道的 那道羊骨汤 我小时候吃过 是哦 那会不会真的很好吃 味道是挺特别的 干脆你们把我留在这里 你们自己聊 刚才你妈妈的份上 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的 好 齐悦 你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找到那碗汤 对 要不然我饭碗可能都不饱了 我看看能不能把你复制出来 真的 我愿意挑战 谢谢你 师傅 我们快回本岛吧 不然主角巴萨的羊肉档就快收摊了 怎么 赶时间 我的桥头 不能走 要不然我背你吧 不要 我是我妈的宝贝 我怕你摔坏我 来 我就知道你心疼我 毛汤需要很多时间的 小福小吉 谢谢你们 Chef Ray 你为什么不要用气压锅 我公司要有代理一款煮肉汤很快的 我们要复制三十年前的味道 当然要用尽量接近那时候的方法去做 你讲 炊熟的香蕉和自然熟的香蕉 是不是不同 自然熟的香蕉确实比较香 Chef Ray 你怎么这么厉害 还记得这么多年前吃过的味道 当然是因为那时候很好吃 而且我的味蕾从小就比较发达了 你准备了这么多食材 才用这一点 对 我打算做六种不同比例的酱 六种 要还原呢 一定要精准 那我帮你记录吧 谢谢 你终于可以休息了 你累了吧 原来也包一道菜比单单烹煮 还要更费时间和精力 我习惯了 Chef Ray 你今天这样帮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其实是我要谢谢你才对 我今天去布拉乌宾是要找一种 特别的香草 可惜没找到 幸好遇到你 让我有机会做这个实验 我的休息总算没白费 什么香草这么特别 需要特地跑到布拉乌宾 蘑菇草 有听过吗 蘑菇草 是蘑菇还是草 我给你看 这就是蘑菇草了 学名 人家Claus C 它的叶子有蘑菇的味道 这么神奇 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 可能新加坡发展得太快 很多植物都失去了生长条件 总之 我很希望能找到它 难怪你会特地跑到布拉乌宾 你看 这些都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照片 可以借我看看吗 好 这些都是你的秘密套道吗 是 都是我研发的记录 我也想要看关于饮食的历史书 看古人是怎么研发新的口味 像是 像是这一篇 因为清朝时代信东的铭记 非常有生活情绪 喜欢用西瓜汁来熬糖 这么有创意 那你有没有试着做过 有 我被他启发 做了一种西瓜软糖 好吃吗 还不错 Chef Ray 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子的厨师 又有科学精神 又很文艺 你认识几个厨师 就你一个 那你是不是在跟我讲客套话了 没有 我是真的很喜欢的 你自己是偶像 原来是这么好吃的味道 不好意思 Chef Ray 没关系 你可以继续 谢谢你 Chef Ray 我也应该谢谢你 让我保证了多一道美食 我的笔记本里 又有新的内容可以写了 谢谢 谢谢 这是我们特地为您准备的 新加坡特产 这个牌子的肉干在我们那边也很火 我听朋友说过 来新加坡一定要买一些回去送人 辈有面子 是是是 所以我们特地为您准备了很多份 让你带回去送朋友的 两位老总 费心了 不客气 来来来 请坐请坐 小总坐 小总 这几天在新加坡 过得还愉快吧 很愉快 勾起了我很多美好的会议啊 不知道我们Mask Flyer Alfano Series锅子的设计图 你看了没有 我看了 Alfano嘛 小总 你的工厂专做精品 我希望我们公司制产的锅子 能够由你们来做 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小总 大小总 小总早 早 小姑娘 我把你想吃的速度郎带来了 我去跟酒店说一下 让我们在那边试用外食 老板 我可以去 一定是怕我太累 真甜 这种汤一定要配上 传统的尖头面包食材地道 我特地包去Bolestia买的 刚刚出来 这种汤一定要配上 但是我们的工厂专还是热的 小总 您看 我们的员工就是这么细心 小总 您趁热吃 我说过 一定要让你吃回这份记忆 希望你满意 陈总 你们也尝尝 好 大家尝尝 老板 你要不要也吃一点 谢谢 不用了 我不吃了 味道果然不一样 喜悦 你去哪里弄来的 我昨天去了三八王 然后再去布拉乌宾 谢谢 就是这个味道 谢谢你 谢谢你 小姑娘 小总 你快尝尝它的骨髓 它嫩的 对了 沈总 现在离登机还有点时间 不如就去你们公司 我们把埃尔法锅子的合约细节 敲定了吧 谢谢小总 真不愧是闲内住 你看 沈总都没你那么紧张呢 闲内住 不是 我不是 小总 谢谢你 希望你跟我们做的锅 也能够煮出这样的美味 还有人情味 一定要 原来是Chef Ray的羊骨汤 帮你渡过难关 谢谢你Chef Ray 不用客气 我做的食物 能让那位老先生吃了感动 也是我的骄傲 你可不可以教我煮菜 为什么突然想跟Chef Ray学做菜 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老板要我做直播的主播 煮菜帮他卖锅 可是我煮的东西他一口都不肯吃 我在想 你做的菜这么有魅力 可以让萧总这么感动 如果你教我学做菜的话 也许我就能打动那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说不定 他就让我开锅了 那我也要学 你不用学了 我学会了 不就等于你学会了 等你有了男朋友 你会做菜给我吗 我要靠自己 不知道你想学做什么 我的老板不爱吃午餐肉 不爱吃辣 那天在餐厅 他只吃Nasi Briani 不配咖喱 那会不会是他喜欢黄浆的味道 好 我们可以做一道 有印尼风味的葱萝卜炖 怎么样 好 全都听你的安排 我有新的挑战了 我去准备食材 你太过分了 跟Chef Ray发生这么大的事 竟然瞒着我 我没有瞒着你 我只是忘了说 反正事情解决了就不是大事了 下次你跟他学做菜 不可以不告诉我 不可以不告诉我 烦恼好遥远 烦恼好遥远 像电影上演 忽然间发现 音乐响起 照亮整个房间 你手中的清晰 让我忘了呼吸 问题 已经感应 迫不及待 想答应你 你太不爱 我们太不爱 了 你在最完美 这一刻 感动了我 可是 我太不爱 爱 可以不控制 爱 决定 决定 从此刻 跟随着 你给的快乐 结局 好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怎么了 我忘了一个重点 我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完成 只是腌料就需要三十分钟了 可是这是摔神的指示 看来只有一个办法 大家好 我是喜悦 今天我就会用我们公司代理的万能锅 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印尼黄金炸鸡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就给鸡翅膀调味 为了给它更快速入味 我们拿一把刀子先给鸡肉搓动 再把所有的调味料倒进去 调味料的食谱可以到我们的公司网站看 黄金炸鸡完成 请享用 时间刚刚好 竟然被鸡翅膀调味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喜悦 你怎么突然那么会煮 其实也不难 老板 你也吃 这是你煮的吗 你不是刚刚亲眼看到我煮吗 酱料是你调的吗 酱料是上次帮我们煮 酥肚腾的厨师准备的 是不是特别香的 你这样算不算作弊 算吗 不算吗 不算吧 你在跟我唱双簧 没有 你只负责炸 味道不是你调的 这叫做菜 我希望你多用点心 少用点小聪明 岂有此理 我看那个摔神是把你当鸡翅膀来玩 什么意思 你有看过人家养鸡翅膀吗 让他们在一个轮子里面跑跑跑 给鸡翅膀一个希望 以为可以跑到很远很远 但其实根本就跑不住笼子 可是摔神耍我 有什么好处 吃饱太咸 变态了 可能他只是老骨板 不喜欢用现成的酱料 酱油是不是现成 酱油是不是现成 可以用他们 为什么不可以用Chef Ray的酱料 对 我为什么刚才没有这样跟摔神讲 不要叫他摔神 叫他Fussie 他不配当神 不要 他怎么说也是我老板 要尊重一点 这种人你要尊重 所以要叫他Mr Fussie 我帮你教训他 打人是不对的 放心 我有个办法 很斯文的 什么办法 最近我路上出现很多女厨身 专门教职业妇女怎么做美食 有韩国的 日本的 美国的 英国的都有 我要把他们 使用现成酱料的片段 全部剪出来 打开Mr Fussie的眼界 金子之蛙 这个想法真的太棒了 你累的话 先睡吧 那你呢 你明天不用上班吗 不会累吗 我喝多两杯咖啡就可以了 好 晚安 不知道Mr Fussie看了视频了没有 喜悦 我男生在里面等你 他一定是看了视频 想要跟我道歉 老板 你找我 坐 你发给我的厨艺女神特机 我已经看过了 剪得不错 是我朋友帮忙剪的 你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我 讽刺我是井底之蛙 还是希望我跟你道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还撒谎 你以为我的智商比你低吗 从小到大 我只做过一次错误的决定 就是训练你当主播 收拾你的心理 为什么 你打热 爸 不要吵了我 不要吵了我 我都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我一定要吵掉你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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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吵 我 打 Critical 似 Александ 我 你 你 我就 勒 听着你温柔呼吸 呼吸爱里迷人的响起 响起穿过朦胧雨季 等到天空放清忘了你 心情都是想念的伏笔 伏笔是你留下的痕迹 散落风铃一路指引 找到你 The scent of love is blowing swirling around me Scent of love embraces you and me Flavor of love is like sweet melody The scent of love is brewing